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1号大花龄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113年水利节大会 今天在美伦饭店盛大举行 而在会中表扬水利有工人员及机有水利人员 农水处长也感谢水利同仁的辛劳 并感谢相关单位攜手合作 提供花龄地区充足稳定的灌溉水源 113年水利节大会5月31号 在美伦饭店盛大举行 农水处长张其伟感谢水利同仁辛劳 也感谢相关单位攜手合作 提供花龄地区充足稳定的灌溉水源 好,那我们今天是农田水利署花龄管理处 113年的水利节庆祝大会 主带也是为了感谢在这段期间来 我们的小组长、知役委员 还有地方上许多的热心人士 为我们农田水利事业付出的辛劳 同时在会中也会表扬 年度的GEO小组长、知役委员 还有我们各类工程奖项管理的优良的同仁 也会在本次的会中来表扬 那我们农田水利署花龄管理处在这段过程当中 也历经了相当多的灾害的一个考验 那也在同仁的群策群力共同协助之下 能够达成任务 也让我们的农民都公贯无语 保障农民的收益 也是我们管理处最大的责任跟安慰 一年一度水利节大会 许多中央驻地机关首长 还有县政府代表及多位的县议员都踊跃出席 肯定水利单位的努力和用心 会中还颁奖表扬 协助农田水利事业有工人员 模范小组长、机优小组长、机优工作站 还有资深人员等 处长张其伟表示 面对极端气候和各种天然灾害 水利单位逐年进行设备加固等作业 要确保农田水利灌溉顺畅无余 也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一会欢迎视报道